他当时呢也是刚开始学习近法 当时比较激动也比较知足 然后没顾及到家人的感受 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他家人对他反对意见很大 父母啊就觉得他有点 就有点不正常了 然后就百般阻挠他 不让他学活 然后他妻子呢 因为他结婚了嘛 他发现大院他许愿 借助歇云之事终生不生子 然后导致他爱人非常不满 家庭的关系也是一度恶化 然后他就想师父pass一下 他现在这个情况 情况也比较高 像这种问题很简单 你自己缘分不足 你不能许这么多愿 你自己的妻子 你自己的老公还没有修 没有这个境界 你为什么许这个愿 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的 对不对啊 你现在你不想出家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做那些出家的事情呢 你如果真的我就 已经横下心了 我一定要 好好的修 那就是出家了 离开小家了 境界所幸高了 被人家叫师父了 现在你根本做不到 在家里这么天天反对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这样做 你不是让人家造口验 对你自己修行也不利吗 你没有到这个境界 你为什么要去做教授啊 你考得上吗 你有这个教授的本事吗 好了 嗯 他还是 因为他就是在拜师的时候 在观音场发了愿 那现在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人不能一时激动的 许的愿太大做不到 望于 就这么简单了 你能像年轻的法师一样 他们许乐愿人家做了 过去默默无闻 师父也不认识他们 一下子 啪 跳到 菩萨界了 人家 人家就是 嗯 没办法 那他 这不是要念礼国 因为这个 要念 这种就叫倒退了呀 因为你 如果你因为 当时许乐愿之后 菩萨给了你很多 对不对呀 是的 他许乐愿之后 天天就能梦见 师父 好嘞 而且得到加持 而且他很多事情都很顺 那么就说明 他已经用到 他这个愿力了 他突然之间退愿 他会 会晚上会惩罚的 没有 没办法的 所以叫你们不要乱来呀 嗯 条件不成熟 不要许什么愿 这乱来的 不要乱学啊 我跟你再举个简单例子 你跟 你跟党组织说 我一定为人民 做贡献 我一定一辈子 不为自己 然后组织上一看你 愿力这么大 给你入党 给你做干部 给你各方面条件都好了 组织上照顾你了 关心你了 你拿到了这么多人民 给你的优惠了 你做了 关之后 你要推转了 你是不是 组织上要惩罚你的 要处罚了 好了 一样道理 有什么好想的 那一样道理